记者中指凯台北报道,刘一新左手自身制作人软前指之邀,单任第二十二届服轮着公益新闻基轮奖主持人,结婚一年多的他透露,心中从小就想当主播,不料后来因接触选美才变艺人,自嘲不小心走偏。 刘一新与老虎牙子CEO林志龙结婚一年多,目前肚皮没动静,刘一新说他有为此看中医,一把卖医生吓到,因为我的卖乡是很忧郁负面那种,但我实在太专注工作,所以完全看不出来。 他说林志龙虽然大他24岁打57岁,但仍是一位活龙,夫妻仍大想归房乐。 最近刘一新说公司正逢毕业继,面试招了两个新鲜人当助理,他用人标准依然是极战力,从十几个人当中挑了两个战力最强的出来,有些人我问,什么都答不出来,这样真的不行。 资深演员阮钱志近年当制作人,透露已在福伦社二十多年,两年前曾与刘一新合作,当时就觉得主持得极好,今年才又上门再邀,他透露后年将升任福伦社3523地区总监,目前也仍不时有接戏,希望在自己掌舵下巴许来年金轮奖。 刘一新,左,担任金轮奖主持人,老虎牙子提供,软钱志,左起,刘一新,老公林志龙出席金轮奖。 老虎牙子提供,金轮奖筹备会主委软钱志。 记者中志开设。 请在许可,刘一新,老虎牙子提供北尾 适青一 Actually, että